光复香乐林中心是社区长者 规划一系列生命教育研习课程的地方 除了训练在地的种子教师 也邀请各专业领域的老师 为长者们来开班授课 解除内心对生命尽头的恐惧 增加他们心理的量能 相当受到长者们的喜爱 透过桌游游戏 光复香乐林中心的长者们 体验一个人过活 学习从中挖掘独居的乐趣 在藉由灵性生命教育专业领域的讲师 郭慧娟老师开办跨越生死之间 从冰死经验认识死亡的研习讲座 带领长者透过动静态研习活动中 认识并了解生命的各种面向 长者们心理量能满格 人就像一个人不在 他就开始去想他的生前的种种 然后他死亡这件事是怎么样 光复香乐林中心有鉴于 光复香高灵化社会 对于长者晚年生心灵的照顾 尤其独居长者面对生命尽头时的 心灵关怀与生命教育十分匮乏 也因此特别邀请业界专业讲师 开办灵性照顾与生命教育 真能课程让长者与亲朋好友 对于生命演进过程能有足够的认识与了解 最后都能好好向自己亲友家人告别 我们在光复香公所三楼 举行了灵性照顾与生命教育的真能课程 我们请到了生命教育的权威 郭慧娟老师 进行了四个桌游的介绍 并且让学员可以充分在桌游当中 去了解到生命教育的部分内容跟意义 后续我们会再举行不同的系列课程 然后让学员他可以充分学习到这方面的知识 进而可以带回去各个据点 去做教学的展演 为期两天的灵性照顾与生命教育讲座课程 主题内容从一个人的老年生活 为爱起航的桌游体验 以生命陪伴生命 或者跨越生死之间 从冰死经验 认识死亡等等 长者们除了认识生命旅程 也进一步学习 面对人生终点做好准备 现在反倒也更乐于拥抱生命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认识生命旅程 不吝点赞 宝宝 谢谢观看